我跟你说啊 很多老姐在家做这个脆皮五花肉 拌就拌在这个淀粉库上的 不是不熟炊 就是特别硬 今天我来教你正确的做法 可好 做这个脆皮五花肉呢 咱们要选下五花 这块肉呢肥瘦相剪 吃得不腻 不要去皮 直接把五花肉给它切成小块 然后把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上葱酱大料 加半条料酒 大火烧开 把这个浮沫给它撇出去 然后转小火煮15分钟 煮好之后给它烙出去 然后自然放凉 准备一个空碗 多加些蒜末 再加些葱花 加上滚烫的热油 给它激化出香味 加上少许的精盐 胡椒粉 再加半勺生抽 少许的蚝油 然后把这个料底 给它搅拌均匀 倒在放凉的五花肉上 再打上一颗 顺散的奔妮蛋 把五花肉给它抓匀 然后加入一袋 这个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9块94包 真的很划算 把五花肉抓到像我们这个样 最后加半勺油 会更加的蓬松酥脆 亲爱们 咱们在炸五花肉的时候 不管用什么粉 记住了 不要刮太厚了 薄薄的一层 口感更加 每天都用心的焦豆菜 小胖今天就给胖点一个碗 小胖感谢大家 油稳能给它烧当六成热 然后一块一块的下锅炸 全部下锅以后 开中火去炸 大约需要三分钟 把五花肉炸的焦香素脆了 即可出锅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又酥又脆 真的是太能够了 赶紧试做下来吧